《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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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女儿 我们讲到哪里 《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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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变成所谓的小称 小称的话 身为小称的道主义的话 身为道跟读觉的道 这两个称道为小称道 当然是这两个身为的行者也好 读觉的行者也好 他们都是为了个人利益追求解脱者 对 就是他们一直希望能够得到解脱而修的 好 那这样的话 比较他们有相似之处 相似之处就是他们个人的利益追求解脱是一样的 但是不同的地方 什么不同的地方 他们的当然是智慧 知识 更分别就是还是有所不同的 《读觉》的行者他们修习的能力 他们的知识可以胜过于身为的行者的智慧 这个是肯定的 这两个就是一开始身为的行者 身为道次第 中的就是读觉的道次第 那善的就是大臣的道次第 所以这样的话 他们主要的所修 所追求的目的 所以主要所得到的结果 这个都有差距的 对 那身为行者他们主要的 所追求的就是身为解脱 身为阿罗汉国 就是这个身为行者他们追求的目的 那他们主要所修就是智慧跟方便 两个 智慧方面来讲的话 通道无我的智是主要的所修 那方便的话 他们追求求解脱之心 还有事物恋心等等 这些都是他们主要的 方便方面的主要所修之道 就是这个 那这些读觉行者跟身为行者 共同所修这些的共同所修之道 这上面读觉特殊的就是 他智慧方面来讲 读觉主要的所修就是 所取能取一直空 恶空 通道恶空的智慧 就是不同 当然是我们道的能力 或者是功德方面来讲的话 一定超越身为的道次第 这是肯定的 对 大概就这个 那读觉也是我们可以简单的叫读觉无道 那读觉无道的时候 前面我们学过的无道的名称都是一样的 那我们加了一个读觉自量道 读觉加行道 读觉见道 读觉修道 读觉无学道 所以呢前面加了一个读觉就可以了 后面就名称都是一样的 大概就这个 那一般读觉道的话 读觉地的定义是什么呢 对 能够作为自国诸多功德所一致基础的 读觉入道相关是读觉地的定义 对 其分类有二 读觉一身地跟读觉的圣治地 两个 那这个定义当中来看的话 能够作为自国的诸多功德所一 就是这个 那所一至基础的 基础的 那读觉入道相关 就是这个吧 那未入道不算 那也是第一个是能够作为自国的诸多功德所一致基础 对 任何的道都是这样子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讲 这样的话 作为自国的诸多功德所一致基础 这个是什么概念呢 比如说读觉道是五道的 每个五道都有就是一定要有普遍性的一个定义的话 周遍性的一个定义的话 一定要这样讲 不然那不对的 比如说读觉过去也有 有过 现在也有 将来也会有的 那这样的话 到读觉 一般的读觉到的地的话 那过去也有 现在有 未来也会有 知道吗 这样的话 他一定要过去现在未来三三十的所有的读觉地的一个定义 完整的一个地的话 这样才对的 比如说作为自国诸多功德所一致基础 这个意思说前面讲了自国 比如说将来的读觉的地的话 也是他作为自国诸多功德的所一 虽然不能说他是作为很多功德的所一基础 不能这样说的 所以他加了一个自国 他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讲 所有的妈妈都是作为女儿的 女儿的 女儿的 女儿的妈妈 这样的话 他有逻辑上来讲有问题的 问题是什么呢 女儿是过去也有 现在也有 未来也有 那现在的 现在的 妈妈的 未来的妈妈的话 她作为女儿的妈妈 这样的话 就有问题的 那你现在问你们说 现在的 现在的话 有没有女儿 有吗 那妈妈家来的妈妈 现在妈妈才 家来会出现 那所以 结果前面 因此后面的 这个问题逻辑上 这个问题存在 所以 作为自国 加了一个自国的话 那这个是永远都是 任何的事物 都作为自己 自国的主要的音 这是没有错的 所以 这个是一个 佛法的教育 所以本身就是一个 概念上来讲 逻辑是非常健全的 完全没有瑕疵的地方 他非常小心延期的讲 那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端倪 他这里讲 作为自国诸多功德 所一致基础的 加了一个入独厥县官 你看 他不是入身为县官 他不是入大臣县官 那就是入县官者只有三个 入身为县官者 入独厥县官者 入大臣县官者 只有三个当中 那他特地显出来说 入独厥县官的时候 他排除了 是入身为县官跟大臣县官 就是这个很明显 就是这个加了一个 这个原因就是这个 好 是独厥地的定义 那作为诸多功德的基础的话 先我跟你们讲一个 这个概念 逻辑上来讲 比如说 任何的道 都是作为自国诸多功德 所一致基础 知道吧 所有的道都是这样子 那作为一个诸多功德 所一致基础 这样的一个概念的话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样讲 比较好的 读觉行者 他就是 总性者 就是入读觉之量道的时候 他相续具备了 四五炼心 知道吧 卑物炼心 词物炼心 舌物炼心 等等这些的 四五炼心是依然存在吗 好 那 就是这个吧 那这样的话 他作为诸多功德 所一的基础 治国 诸多功德 所一的基础 是什么呢 那之年到 他相续具备了 四五炼心 他一直不断的串习修行 这样的四五炼心的时候 他后面产生了很多的好的功德 知道吧 这是我们现在可以知道 比如说我们个人的话 你想想看 你有非常有好的一个心态 良心 善良的心的话 那他引起了很多的好的结果 知道吧 这些引申出来的好的结果 都是依靠着你有脸心 依靠你的脸心而产生 那所以你的脸心就是作为将来 这么多的好的功德的 主要的来源基础 就这个意思 这样的概念就是比较清楚 作为一个自国诸多功德 所以之基础 他的概念就是这个意思 那这样的话 那这样的话我们次无练习 他本身就是什么呢 比如说 原众生 悦异对境的 原一切众生 看成为悦异的 悦异就是非常可爱可气的 我们俗话的话 就是可爱可气的一面 那把它看成为 视为可爱可气的 这样的去思维的时候 这个就是 痴心就是这个意思 悲心就是有一点这样的一个 你对他修悲心的时候 所以内心恨不得 他远离苦恼 远离困境 远离痛苦等等 这样的一个心态 就是叫做悲心 悲心跟磁心是不一样的 悲心就是你看到他非常可爱可气 就是所以你看成为 他就是一个看到一个 显现出一个悦异的对境 这种的心就是叫做痴心 悲心是说 你内心恨不得他远离各种的痛苦苦恼 这种的心就是叫做悲心 那你看悲心本身是这样的 这个上面我们加了一个大悲心 大悲心是什么 大悲心跟悲心之间的差距是什么 就是我们这里面可以看得出来 比如说你对一个人修悲心也可以悲心 但是一个人修悲心就是悲心 只是一个内心发生 内心去想一两个人恨不得 他们远离痛苦苦恼 这样的修的话虽然是悲心 但不是大悲心 知道吧 原因是什么呢 他的所缘寂的终生 只有一两个人 所以不算是大悲心 那当然说我们就是缘无数的众生 恨不得离苦得乐的话 这样的心就是叫做无恋心 无恋心 卑无恋心 为什么呢 虽然他不算是一个大悲心 原因是什么呢 他还是比不上他的所缘寂 终生的数目的话 还是比不上大悲心的范围 所缘的范围 所以他就是卑无恋心 这样的想 所以他叫卑无恋心 那大悲心的话 语言无语的众生 恨不得离苦得乐之心 才叫做大悲心 你看他的范围就是更大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差距 那所以词无恋心跟卑无恋心 我们休息的次第来讲 应该第一个要有次无恋心 才能产生卑无恋心 这个是比较适合的 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就是 比如说先我们看到 某某受苦受难的人 如果你看到 他是一个乐意可爱可气的 乐意的一个人 他受苦受难的时候 你对他的要求需求 比如说我们就是希望他远离恐恼 希望他远离现在这个困境 肯定会自然就会出现了 那如果你看到 受苦受难只是一个 不是乐意的对接 不乐意的对接的话 也许你就是落即下时 应该的 会不会 肯定会的 很多人就是这样想的 比如说你讨厌的一个人 他跌倒了 应该的 就心里开心一下知道吧 落即下时 这是我们人的基本的 就是个性就是这样的 那为什么佛教强调说 我们要修此心悲心 很多人搞不清楚 此悲心 此悲心是混在一起的 从心理学的逻辑上来讲的话 痴心跟悲心是完全不一样的 知道吧 他们思想的方法 他们内心的 显现出来的对接都是不一样的 那所以你看 这个持无量性跟悲无量性的作用 就是我们这个里面可以看得到的 我们平时看到 自己觉得好可爱 非常可气的 好可爱的 这样的一个一面 就是显现出来的时候 我们自然就会想说 希望他开开心心过生活 希望他得到什么什么什么 不要有障碍任何的 这个就容易产生了这种想法 那你一看到就是讨厌死的 知道吧 非常讨厌的一个人 看起来就是有点不喜欢的一个人的时候 他就是有点大闹离头的时候 你心里不会不容易产生了 希望他远离这个痛苦 很难 虽然你自己嘴巴可以讲 但是心里真的很难 知道吧 所以跟那个持心跟背心 这两个的作用是我们必须要知道 那知道的时候 它就可以我们自己个人的思想的状态 角度不同 比如说我们想说 我希望能够修到慈心 我希望能够修到背心的话 那首先要知道 慈心是什么 背心是什么 大概就这个思想的方式 知道了以后 那我们修行上没有什么障碍的 你根本不知道 慈心跟背心是混在一起 或有一坛的 第二个是慈心怎么去修 修是本身就是我们 内心不断的思想出来 窜息这个叫做修 从来这个之外 没有什么修 比如说我们修行的方式 有就是平常讲两个 观修跟观察修跟安坐修两个 观察修安坐修的前提 所以一定要观修为显示 前面没有观修的话 安坐修是不可能的 虽然你就是认为这样的可以 但是你不会 挣得任何的心得 没办法的 虽然我们累积到一些的功德 没办法 就是累积到一些的福德质量 这些都是我们由于动机的关心 动机是好的 所以累积到一些的好的功德 但是你没有前面没有观察的话 你可以 就能提升一个很好的证物是不可能的 非常困难的 这没办法的 除非我们就是前世 有就是留下了 有很大的一个证物的一些的种子 跟习气 除了这些之外 就是一般人反复的话 前面没有学习 没有思维的话 后面不可能 采用了一种正确的一个证物 就是不可能的 好 那这样的话 我们刚才讲的慈心跟悲心 当然是我们修思想的时候 一定要知道它的功德 知道吧 不知道它的功德的时候 那你就是今天串习一下 明天思维一下 也许后退就放弃了 会想放弃了 没有继续 原因是什么 你看不到它的功德 对 你也不知道 但是你知道它的功德 你应该是这样想的话 带来给你多少的功德 知识的时候 那我们就是绝对会能维持到底 就可以坚持下去的 所以此心的好处是 刚才我们前面讲的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来讲 正是我们人人都有这种感受 我们看到小猫小狗小鸟 类似这样的小孩 一看到的时候好可爱 它就是显现出来一可爱的一面 这样的你感受到好可爱的时候 确实这个也是痴心的 乐意的对积就是这个 乐意的对积 比如说它是乐意的对积 带来给你一个好感 知道吧 所以我们才能感受到 哇 这么好可爱 知道吧 比如说这么可爱的小骨小猫 小小孩的话 你心里会产生了一种想要打死 想要就是残处 这样的会出现了吗 绝对不会的 我们想尽一切办法 它就是有点受到一些的伤害的话 我们想尽一切办法就是保护它 守候它 我们只有产生了这样的心态 那所以痴心的好处就是在这里 知道吧 那你看我们平常这样的痴心 基本的痴心的作用 它的好处知道了以后 知道了以后它的好处是什么 好处是我们修行就是比较安心的 比如说怎么去修 我们就可以知道它的意识和日常生活当中 那我们尽量去修痴心 那痴心修痴心的时候一定要有对劲 没有对劲不能修痴心 对不对 那对劲的话 那就是我们一定要对一个人修痴心 悲心 再来两个人三个人 它的范围就是越来越加以扩充 越来越多的时候 那你慢慢慢慢将来就是这个痴心就变成为大痴 知道吧 平常我们讲的大痴大悲 大痴大悲 本身慈心不是一个大痴的 悲心也是不是大悲心的 它本身我们每一个人 以身俱来的一个仁慈 平常我们俗话也讲仁慈 仁慈是什么意思 知道吧 仁慈就是你对它的看法 看着一个角度的方面来去思维的话 你把它看成为悦意的对积可爱可气的话 就是对我们来讲 确实海阔天空一样的 知道吧 很方便的 那我们一般人的话很少这样思维 我们思维的就是很复杂的 比如说我们台风来的时候就像海洋一样的 非常不稳定的 台风即将来临的时候 太平洋海洋是怎么样的 大家都知道吧 浪越来越高 越来越强 越来越忙 原因是什么 虽然是海浪也是海的本质 如果你就是封面慢慢熄灭了以后 那就是海浪都是融入于海里 就这个 由于一些的风 其他的因素将寄来的时候 那就是带动了海浪 羞有泡沫的 这些都是我们可以知道吧 那你看我们生活一般的人的话 是不是你的情绪就像台风来的时候 海洋一样 不在想的 一泼一泼 不是说不停地来 不是一泼一泼的 那今天就是情绪很好 没有那么的泼烂没有那么大 还好 那明天又不行了 很强 那又一两天过了以后就又平息了 还好 你看 内在的妄念 内在的各种的思想 不正确的这样的一个 谁带动 谁带来的 主要的就是就如台风一般的 我们像是本来就拥有的恶我指 知道吧 还有就是各种的烦恼 根本烦恼 由于他们的锋利 就是带动了这样的一个情绪上的葡萄 各种的妄念 所以伤害非常的 杀杀力很大的 这样的话 我们持心 修持心的话 可以解决这些的问题 你现在我们就是能修 什么样的持心 我们一定要观察 知道吧 不能说我一开口就马上就 能修大吃大别 这个是谁都做不到的 没有盖一楼不可能盖三楼 知道吧 没有盖三楼四楼一楼 地基也没有打好 你盖二十次乘 乘楼是不可能的 那我们现在的想法都是这样的 修习人是不是 你问一下 连行中我们什么基础都没有 马上都想要无善 无善于情绪的 什么时候到此地 连马此地跟神奇此地 一开口就 这是很可笑的 对啊 所以你不懂这些的真实的情况 那你就是盲目的情况下 就是追求这些的盲目的结果 由不可实现的 这是很不对的 那你看一按部就办了 以逻辑角度来推理思维的话 刚才我们一上属说的 此心对我们来讲多好 知道吧 悲心对你来讲多好 这么好的一个心态 你为什么保不住啊 有时候我们自己问问 对不对 哎呀 我知道此心很好 悲心很好 但是我心里的就像石头一样的 这个成灰色很厉害的 知道 还有嫉妒啊 成灰啊 竞争啊 这些的心态就是完全摧毁了 对不对 这些的此心跟悲心 好 这两个一定要知道 此心是悦意对境者 有具备愿意对境者 悲心是具备了恨不得远离 对境远离任何的苦恼者痛苦者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好 那修悲心必须要前面有一定 要有此心 如果没有此心的话 你修不成大悲心的 知道吧 悲心是你看更强的嘛 你发生内心叫 希望他远离这个痛苦 希望他远离这些的苦恼 这种的心态就是叫做悲心嘛 那此心的话 你看把它看成为愿意的对境 这种的心 那我刚才举例完 我跟你们讲的就是这个 像不像 这是心态的逻辑上推理嘛 比如说我们看见 你非常恨的一个人 今天成祸了 老啊 听到了 几乎一般人都是想什么 该死 应该的 他做坏事太多了 我这样想的 那你就是 你的眼里 他不是一个悦意的 还是丑陋的 很不好的一个人 所以你就是没办法 那如果你就是平常看到他 认为 哇 可爱的 好可爱的 超可爱的 非常好的一个人的话 你看 你听到 他今天就是求获什么什么的 到哪里头的时候 你心里 自然就产生什么样的心态 好可惜的心态 这么年轻 怎么可能 哎呦 怎么办呢 好可惜 你看 两个心态是不一样的 这是他的主要的因缘是什么 一个是悲心 一个是恨心 那所以悲心就是功 慈心的功德就是这个 好 这个是一定要记得 那所以 慈心跟悲心是 并不代表是大慈大悲 先由我们现在拥有的慈心 希望能够将来变成为大慈 现在由拥有的悲心 将来希望能够变成为大慈大悲 现在我们推动的也好 现在知道吧 培养也好 体身就是一定要 修行就是本身 就是往这个方面去思维 这样的一个思维串习的话 这个才叫做修行 对 就是一定要知道功德 那这样的话 刚才我们前面讲的 读觉地的话 当然是读觉道跟地是一样的 知道吧 这个不同的名词 身为的阶段讲的一样的 读觉的地也好 读觉的道也好 都是一样的 比如说我先跟你们讲 首先跟你们讲一个同意的部分 读觉的地 读觉的道 读觉的现观 三只都是同意的 知道吧 那用法上来讲 我们平常就是看到其他的地方 看到的时候 读觉的现观 这个就叫做一个读觉地 又是读觉道 一定要记住 这样就可以了 那读觉的地跟读觉的道 读觉的现观 那这三个是同意 没有差别 只是名字不一样而已 好 那读觉地的定义 在读觉地的时候 作为自己 作为治国 诸多功德 所依之基础 入道 读觉入道 相关 你看特别讲 读觉入道相关的时候 前面 作为治国 一定要强调治国的道理 我刚才讲的 中片上来讲 一定要讲治国 对 不然的话 诸多功德只是讲的话 还是逻辑上来讲 不中片的地方很多 第二个 刺国诸多功德 所依之基础 入道 读觉现观的时候 你看 入读觉现观的时候 它排除了 入身为的现观 入大乘的现观 那我们除了 这三乘的道次第之外 没有任何的现观 那所以 也刚好 这里面就可以看到 入读觉现观 就是读觉的道 读觉的地 读觉的现观 就是这样 大概就这样的思维就可以了 那大概 治国诸多功德 所谓的基础 能作为这样的概念的话 我刚才我们前面这个阶段 读觉 读觉自量道者 它相续具有的刺五炼心 它是一个作为 治国诸多功德的基础 知道吧 它为什么作为 治国诸多功德基础的话 我们想想看 这个是一个以心理学的逻辑上来讲 我们推理一下 读觉行者 自量道者的话 它相续有刺五炼心 没有错的 虽然没有大刺 没有大悲 但是它有刺五炼心 卑五炼心都有了 知道吧 好 一定要这个小心 你绝对千万不要说 它有大刺大悲 这是非常错误的概念 比如说我们平常讲的 大小刺的差距是什么 大小刺的差距就是 只是纯粹的讲 有大悲心的差别 知道吧 比如说小刺行者 他们不能修大悲心 只能修此心 刺五炼心 卑五炼心 所以它就是相对于 大刺来讲的话 它是心比较小的 所以称它为就是小刺 大刺的话 它就是有大悲心 能够修大悲心 就有大悲心 所以它就称它为大刺 就是这个 这个是一定要知道 大小刺的差别 就是有大悲心的差别 好 这样的话 让我们想象一下 这样的可以了 刚才我们一样说了 很多慈心和悲心的功德 那你看 读觉这两道者相续 具有的刺五炼心的话 它作为 治国诸多功德 所谓的起初的话 比如说我们 这两道者相续有刺五炼心 它一直不断地修 这个刺五炼心的时候 那这个修行 读觉修行者 这两道者的话 它定要刺那以后 就还是由于 刺五炼修 刺五炼心 导致得到了很多的心得 很多的功德 知道吧 那将来它就是写作到 将来你可以提升你的证物 提升你的证物 是什么呢 你的知识 智慧的方面 越来越增加 智慧增长 知道吧 各方面就增长的时候 这种的将来的心得 若干的将来的心得 都是只是依靠 刺五炼心而产生的 所以它相续具有的刺五炼心 就是作为一个 能够作为 治国诸多功德所谓的基础 大概这样的概念 那我们刚才有跟你们分享的 就是今天我们个人的 思想上去推理 我跟你们讲的就是 今天我们早上 每个人都心里 发起一个慈心 悲心 这样的话 那你看今天一整天 大概就不错的 笑眯眯的 知道吧 面对笑容 很开心的 那如果有些人路边走的话 一边唱歌一边走路 就也许有可能的吧 知道吧 这个唱歌是嘴巴不唱 但是心里唱的 知道吧 就是心里很开心啊 应该是我们行者 一定要有这种形态才对的 知道吧 以前我就是记得 我自己照顾上师的时候 上师就是来这里治疗 三四年嘛 对他 我照顾的时候 他面试着他就是去 起来就是洗脸刷牙的时候 他虽然是快八十岁嘛 大手啊 他还是就是洗脸刷牙 他一直一直就是 他没有什么唱什么唱歌 他就是一直 嗯嗯嗯嗯嗯嗯嗯 类似这样子啊 反正就是我们感受到 他心里很非常宽阔 非常的舒坦 虽然是他怎么能够开心的起来 他是血矮 还有就是骨髓的那种 这个是 照顾三年 他出来没有听说过 有一天跟我们讲说不舒服 不行 这不是我夸奖的 确实这样子 知道吧 那时候我学到很多东西 神教育教嘛 他不管是怎么样的 他完全一口就不会跟你说 我不舒服 我哪里不对 那我们一般人的话怎么讲 这里也不舒服 那里也不舒服 尤其是那个是 那个谈 那个生病久了以后 他在家 那个对家人就耍赖啊 类似这样子 很多人就这样子 知道吧 所以医生就是 最后就是医生跟我讲说 今天的报告 他们检查 检查出来以后 医生 这个提前就是一年前就是 医生跟我讲说 他有一 内战就是有一些的黑点 他就怀疑是不是癌症 所以他一定要切出一些的快入 一快入就才可以知道 一定要就是这样子说 他拒绝了 他说不要 不要做太多的 不需要 那所以一年之后就 却是医障癌 扩散 好 那医生跟我们说 医障癌是非常疼痛的 一般人说不了的 那就是怎么办呢 他就是需要那个 帮忙就是他不行的时候 最后送到我们家里的时候 他们说什么呢 医生 我们就这里协助 那个阳气念照啊 还有就是什么 什么各种的 两个护士陪着我们去 上师拒绝了 他不需要 他完全不需要 对 那你看最后就是医生跟我讲什么 他们说 医院应该是战人 也有一定有这样的习俗 我们华人的话 就是快不行说 一定要 自己有自己的习俗啊 做很多安排啊 多医院一定要 Android 心理准备 一定要这样做 也许他就想要回印度 我跟他直接讲没有问题 我跟他说没有问题 上次旁边我是翻译 我跟他讲说 老师医生说 那就现在没办法的 最好你就是想去哪里 就准备开始就好 他说是这样说的 对 他说好 没有问题 他笑着跟我讲说没有问题 对 回来之后 我现在记得 我们就是马上去去雷山斋 中午那里去吃饭 到雷山斋的时候 他平常一样的 我今天吃臭豆腐 还有吃面条 还有跟我们讲一些笑话 那你看一般人 平时休息的人 有差距在那里 所以培养成这样的一个 新的毅力 知道吧 这样的一个心态是怎么来的 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种能力存在的 现在不断地培养提升 原因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讲 我们有些人也许不会 将来不会死 有些人会死 有这样的状况的话 我也许就是运气不好 将来不会遇到这个 没有 死亡 面临死亡 我还是平等的 每一个人都已必须要面对的 那我们自己去如何去面对 你想想看 尤其是我们年龄正章的时候 一定要加强自己的毅力 这个不是说麻木的毅力 麻木的毅力 一点都保护不了你的心态 知道吧 最好的就是一定要经过思维学习 那不断地去这个过程 实际上生活当中一定要修这些的正确的方法 体现自己的修行能力 这样的话将来你面临到这样的话 肯定会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得到的 老吧 对啊 就是这个 所以这个是我只是我分享给你们了 就是这个 好 那这个一位是什么呢 一天过一天嘛 比如说今天过 今天早上有就是一个很好的心态 此行背行 早上就一直不断地思维 培养出来的话 某些程度上来讲的话 你的今天的情绪是非常平稳的 很好的 这个结果一天的那个早上发起如此的心 以此天就是他影响到今天的生活 所以某些程度上今天过得不错的 很好的 那相反 今天早上就是发弄 强烈地生气的话 他影响到一整天的生活 这是一定要修行 一定要这两个是我们必须要不错的 无有出错的一个选择 知道吧 那我觉得是怎么去过自己的生活 一定要好好的去思维 对 好 那再来 那第一个集分类有二 独觉一生地跟独觉圣治地 这是身为更一样的 同样的道理一直累退就可以了 那独觉圣治地跟一生地是什么呢 独觉这两道 家姓道 这两个是一生地 一生是反复嘛 反复地 那独觉见道 独觉秀道 独觉无学道 三地都是叫做独觉圣治地 就是这个圣治地跟一生反复地 就是差距在这地方 好 那独觉一生地与圣治地 再来 独觉一生地与身为相同 你看 它相似之处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子 独觉一生地跟身为就比较像 就是这个意思 那独觉圣治地 好 第一个 那我问你们 这是我们学过嘛 一直累退就可以了 独觉地 一开始分两两个吧 你们不要看书啊 好 独觉地有就是两个 是什么呢 一生地跟反复地 两个嘛 那一生地跟反复地 一生是什么意思 反复地意思嘛 一生是反复地意思 那圣治地 一生圣治地跟反复地两个嘛 那反复地有分来都多少 两个是什么 独觉这两道跟独觉加息道 那独觉这两道有多少 分可以分多少 对 上桌下上 那加息道 前面一定要习惯 加了什么 独觉 独觉 这是一定要嘴巴里面 也串习一下 不然的话就是有时候 于病常常出现了 很多于病的原因 就是这个 知道吧 你这里想跟说出来的话 是有点不一样的 那就是于病出现了 那佛法的教学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它非常严谨的 一点不可以有不作品的地方 一定要有作品 所以它加了很多的 那个定义上面加了很多条件的原因就是这个 那我们讲的时候也是 独觉身为大臣 一定要分清楚 一般来讲的话 一般我看我们问人家怎么问的 问的时候五道是什么呢 你可以直接讲就可以了 这两道加行道 金道行秀道 五学道 那这两道是多少 就类似这样可以的 那特别分开 详细的分开的时候 那独觉道有地有分类多少 两个一圣地跟独觉一圣地跟独觉圣地 那独觉一圣地有多少呢 那两个 一开始讲两个 分两个 一个是这两道 一个是加行道 那这两道有多少呢 三品 读觉 这两道 下品 中品三品 那加行道呢 读觉 加行道 难 敌 人 前面讲的 好 那带来圣之地 能够作为自国的诸多功德所一致基础的 这个前面都是一样的 知道吧 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 独觉圣者现光 你看这里特别讲独觉圣者现光 这样的话他拍出了什么呢 拍出了独觉一圣现光 独层独觉 拍出了独觉一圣现光是圣之地 就是这个吧 那所以特别加了一个独觉圣之地 然后圣之现光 这些都是教育 这是确实是很完美的 比如说我跟你们讲 讲话 我们说话的方式 它前面都是一样 没有什么问题的 这个共同的嘛 能够作为自国诸多功德 所谓的基础 治 好 独觉一圣现光的话 独觉仿佛地 一圣地嘛 那特别讲独觉圣者现光的话 他特别讲独觉圣者现光 他拍出了独觉一圣现光 是独觉圣之地 就是这个 家里一个独觉圣者现光 就是这个 好 所以 一个 这个差距很大 确实很大的 所以这个是一定要好好地去一下 独觉圣之现光 是独觉圣之地的定义 分类有三 第一个 独觉见道 独觉修道 独觉武学道 你看前面都有讲独觉 原因是什么 这个就是一定要 前面加的时候 我们听的人就是不一样的 我们听的人就是不一样的 你只是讲就是 噢 见道 修道 武学道的话 谁的 还是问个 对吧 那前面加了一个独觉见道的话 他特别清楚讲说 独觉的见道 独觉见道的时候 我们就是排除了 听的人 一听到的时候 了解了一个人的话 他就否定了什么 否定了身为见道 跟大臣的见道是 独觉圣之地 这个有差距 所以的话就是一定要讲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来讲 今天我们这里有一个包包 知道吧 那我们谁都不知道 这个包包是谁的 好 那我们问的时候 这里包包谁的 你看我们不知道的时候 这个包包是在哪里 共同看到的 但是谁都 数一是谁的 不知道 那时候其中一个人说 这个是帮长的 你看 一听到家里 一个帮长的时候 帮长的包包的时候 它的作用是什么 它还是排除了什么 排除了其他人的 话就是本身有这样的作用 知道吗 其实古印度的时候 它的能犬身跟分别 屈辱对境 它们的一个表示的描绘的一个方式 哇 它们学的真的很厉害 所以这个就法称 《试量论》里面特地讲这些的 非常多的 所以这个功能它的作用就是如此 所以我们言及比较小心翼翼的一定要回答思维 这是必须的 原因是什么 一个字有差很大的 知道吧 比如说我们不知道的 这个是我们常常洗衣围场 从小就已经习惯了 我们不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就是平常讲的研究者 科学家 物理学家 数学家 那心理学家 他们往往超越我们的知识的原因是什么 他们学习就是现在我们一样的这样的 不断的一字一个字 它的内涵 概括了多少 内容是什么 它跟它的所权内容 所说的 如所说的那样 使一字的情况有所差距 他们这样的去探究研究 才能超越了胜出于我们所有的知识 是吧 这是事实的情况 那学习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刚才我们前面讲的 好 大臣 那个独觉圣职县官 是独觉圣职的第一 分类有三 尖道 独觉尖道 独觉修道 独觉无学道 那这个意思我跟你们讲过了 对 尖道为什么 尖道呢 其实这个意思是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反复的当下 无学的道 反复的当下 永远不能现正空性 永远不能现正无我 好 那一样的 身为尖道的时候 才能身为尖道者 开始圣正无我的时刻的道 所以称它为尖道 身为尖道 戒就是圣正的意思 哦 圣正的 独觉尖道的时候 也是加了一个剑道 为什么剑 就是有史以来 那位甚至到之前出来没有看过的 独觉行者 他一旦通道了 得到了甚至尖道的时候 独觉见道的时候 他就先正恶空 先正恶空开始之道 所以称它为剑道 就是这样子 这个是一个名词的解释而已 不需要作骗的 知道吧 不然的话作骗的话 我们就别了的话 那剑道第二刹那作为优法 第三刹那作为优法的话 不是现在开始之道 现在久了 知道吧 不过这个是 独自的解释 不必不需要作骗的 比如说这些都是一个 我跟你们讲 就一定要有这个概念 独自的解释很有趣的 一开始发明者 发明的人 知道吧 当然是一定要有发明者 知道吧 剑道 本来就是他们是史有的 他们是地势成立的 他这个 比如说你修行 就达到了这样的程度的时候 那我们怎么叫 所以去了一个名字 这个阶段去了一个名字 叫做剑道才对 那为什么去剑道呢 这个开始 那个时候从此以上 都是可以先正空隙 先正无我 先正恶空 所以这个时候 先正无我 先正恶空 先正空隙 所以开始知道 所以去列一个 剑就可以了 所以你去列一个名字 剑道 知道吧 很有趣的 那修道的话 你看 已经先正无我 先正空隙 先正恶空之后 那你重复不断地窜息 修就是不断地 修就好了 但是你修道 烦恼的那个阶段的话 他去了一个无学道 比较好 原因是什么呢 无学道 前面资粮道 家行道 建道 修道 四个阶段都是 不断地拼命地去修行 修学都可以了 为什么呢 他们为什么修学呢 为了远离烦恼而修 为了远离烦恼而修 你达到了这样的一个 完全彻底远离三界的烦恼的 这个阶段的话 你已经远离烦恼了 这个阶段讲了 无学道 无学道 为什么这样呢 他从此之后 不需要为了断除烦恼而去修 知道吧 无学吧 为了得到解脱而学 为了得到解脱而修 不需要的 所以这个阶段 所以它叫做无学道 名字就是无学道 对啊 这个就是有意思的吧 那无学道的概念就这个 所以我们刚刚在前面讲的 独觉建道的时候 大概就这样子理解就可以了 知道吧 比如说中观秩序派的角度来看 三称的建道的当下 姓政的所姓政的对境是不一样吗 比如说独觉的 身为的建道的当下 姓政不特切了无我 独觉建道的当下 姓政恶空 大臣建道的时候 开始姓政空性 你看 三个都是不一样的 那三个阶段说 姓政的不一样的 所以呢 大概就这样子就可以 解释的 那中观秩序派的话 三个阶段 那个监道都是 只有一个解释就可以了 一个解释是什么 中观秩序派的主张 无我就是空性 对吧 就是这个 差别在这里 那中观秩序派 主张无我不是空性 好 世俗的差别在这里 对这个两派的差距就是这个 好 见道 好 独觉修道 独觉文学道 是 那独觉建道的话 那建道的话 在一作为 一作为就是一作为了 作为自因自 那你看 独觉建道的当下 它有一点定义善游 就是改变的 一作为自因自 独觉家姓道 圆满之后生起 这是身为阶段跟差不多的 这上面比较容易理解 就是说 每一个独觉建道的话 一定是 以及作为自己 自因家姓道而产生 一定的 那为什么这个中间 加了一个自因 前面我们讲了 自国诸多功的所谓之基础 这个地方讲 以作为自因家姓道而产生 这样的话 为什么加了自因 这个也有道理的 比如说你加了一个自因的话 完全任何的建道都可以 独觉所有建道都是可以符合这个事实的 你不加自因的话 你不加自因的话还是有问题的 逻辑上来讲 知道吧 比如说我举例来讲 实际上来讲 去年过去也有独觉的建道 现在也有独觉的建道 将来也有独觉的建道 好 那这样的话 刚才我们前面讲的 任何的独觉建道都是 以作为自因家姓道而产生对的 自因自己的因家姓道而产生是对的 比如说我跟你们讲 另外一个概念就是说 我们所有天下所有的小孩 都是依靠自因自己的母亲而生的 这样子才对牙正确的回答 你不可以说天下所有的小孩 都是依靠妈妈而生的话 那你妈妈什么 妈妈依靠谁而生的 你看逻辑才有问题的 妈妈是妈妈而生的 这样的话你妈妈是自生吗 你们想不到的太多了 逻辑上来讲知道吧 所以佛教的教育室 非常健全的 非常精准的 它不容许一点有不中配的地方 定义就是本身就是这个 你制定下来一个定义的话 它概括所有的自类的 同类的都是一样的 那你看我们就是这个地方 好 以作为自因自 独觉加行到 圆满之后生起 那加了一个自因的话 这个是自是谁 那你所做什么有法 就是它嘛 比如说我们今天谈了 你也是你自己 以作为自己妈妈而生是没错啊 知道吧 那你看我们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 那我们一般来讲不分 那你妈妈是从哪来的 我们这样解释你看 妈妈也是以作为自己自因妈妈而生 你看 妈妈跟 以作为自己 以自己做自因妈妈而生是不一样的 自己的因妈妈而生跟依靠妈妈而生是不一样的 这个概念 所以特地讲这里 自因加行到圆满生起 好 而且在作为自国至独觉修道未生生起之前的 你看刚才讲的 那我简单来讲的话就这个 独觉见到的话 自己的因加行到圆满之后生起的 自己的结果 独觉修道未生之前所产生的相关 这两个中间的现关就是一定是见到 就是这个意思 好 独觉现关 是独觉见到的定义 见到的定义 那简单来讲 地现关 知道吧 独觉地现关 是独觉见到的定义 这样就可以了 那分类有三 独觉见到根本定制 独觉见到后得至 非前恶者任意的独觉见到 这个是分类 身为阶段跟差不多了 好 那最好的 我跟这个阶段 我跟你们讲一个 一些道理 昨天那个访问 那个访问 尊者讲的 就是我突然想起来 就是 昨天你们也许有很多人去看吧 访问那个 尊者 那个 法界站 昨天龙树著作的 法界站的开始 菩提家也看事 中午 我中午客人 就带他出去 没有时间 回来就晚点看 下午看了 那 这个里面提到的就说 休息一定要有目的 当然是有目的 如果你目的没用了 这个目的会不会实现 这个是重点 知道吧 每个人都有目的 但是你的目的会不会实现 是另外一回事 好 那实不实现 是一定要看 他合不合乎逻辑 他有逻辑 有证据 加上你也付出多一点 就可以得到的 落实在你的手中 如果你不合逻辑的话 不管怎么样 你就是永远准不上了 问题在这地方 好 那我们现在学习 休息 就是 当然是两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 今生 开心的过生活 由于这种休息的 此地陪伴我 陪着我 所以我度过这些一切的难过 难关 这是我们第一个目的 第二个目的是什么 今生即将接受的那一刻 就不会后悔的 真是你不喜的那一刻 闲着到下一辈子去的那一刻 你就是无畏的 无挂爱的 选择到下一辈子 下一辈子就我们深深深深深希望能够 只遇到这么如此好的一个教育 所以政府这是我们的产业的目的 那这些都是目的 是会不会实现 其实平时我们就是我跟你们讲很多的道理 这些都是你就是一定要和联一下 知道吧 我们所说的教导的内容 真的有没有能产生这样的一个结果效率 一定要自己去观察 第二个他的道理是什么 昨天讲的 最后讲的就是在保信论 米勒著作的保信论 米勒知识五论 知识五论当初最大的最广的就是相关专业论 主要的就是专业论 相关专业论 那第二点的话 他差不多一个保信论 保信论 再来变诸变论 变法变论 再来就是那个 差不多这个 对四五个吧 对相关专业论 那其实五论当中保信论的话 他主要讲的就是如来藏 我们所谓的如来藏 知道吧 他专门讲如来藏 为什么讲如来藏呢 他根据是哪里 好 根据就是 释迦牟尼佛可以说是大博尔经里面 尤其是特地的讲如来经 对 如来藏经 如来藏经当中也是特地的讲如来藏 对 那这些都是后来弥勒 更广泛的角度来去解释 对 在保信论当中讲的 其实这个里面有九个比喻 有九种比喻 知道吧 又利用九个比喻来告诉我们 确实如此 你们每一个众生相续具有的如来藏 具备具有如来藏 那我们说我们具有如来藏很开心 虽然你有如来藏 没有培养它 没有就是我们修炼 没有修习的话 你如来藏也是没有用的 知道吧 就之前我跟你们讲过嘛 那个一个人就是他画家 那个写字非常漂亮 可以用这样方式来赚钱没有问题的 他一直想要当光 所以太太报业她说 米干里面一粒米都没有 你的知识用在哪里啊 她说你说什么 我是做当光的人 你就是 平常我们就是小菜 上去用那个 就是一个斧头类似一样的 她就不会 我的知识不会用在这个上面 简简单单的吃的上面 知道吧 我是做当光高光的人 所以我不会用在这个地方 那你有了这样的知识 有什么用啊 没有嘛 一样的 我们都有如来藏 没有错的 但是我们如何去如来藏 了解如来藏 拥有这样的话 我们如何去珍惜 知道吧 好 那我们讲一个如来藏 如来藏是什么 如来藏就是我们在经跟其他的地方描述 就是说它是一个心至光明 知道吧 心至光明 心的光明 反正就是另外一个称呼就是心的光明 那有所谓光明之心 正是角度不一样的 当然是你 我们每个人的心是不是如来藏的话 绝对不是 心 善有如来藏 才有 叫做我们也就是远离烦恼的机会 我们也可以远离一切过坏的机会存在的 为什么 因为是你心是光明的 心光明的代表是什么 先我举个例子来讲 这个龙树在法界战当中也提到的 比如说一个瓶子 瓶子里面你就是点了一个蜡烛放在瓶里 它的光不会照射到外面来 但是瓶里就很亮的 瓶外就是看不到的 知道吧 好 那就是没有这个瓶子外在 没有瓶子 没有放在瓶子里面 放在外面的话 它的光是照亮 整个房间里面可以消除海岸 这个是形容是什么呢 蜡烛是我们的心的光明 瓶子是污垢 平常叫污垢 污垢也是形容词 另外一个真正的佛法当中所提到的一个概念就是 瓶尘染污 知道吧 瓶就是瓶尘的瓶 尘为尘的尘 瓶尘染污 瓶尘染污是概念是什么呢 烦恼战跟索质战都是称它为瓶尘染污 瓶子就是瓶尘染污 那由于客车人物包围起来 你的心至光明的时候 虽然心里有据之路来着 但是它的光没办法照射到外面去了 它没办法消除就是一个黑暗的 我们心本身是光明的形容来比较 描述的吧 光明是意思是什么 它本身光明就是有些地方我们解释就是说 心本身是清净的 知道吧 短暂性被污垢所污染的 这个跟经里面说的一样的 有些地方我们看着讲 美西皆心什么什么 知道吧 好 心本身是清净的道理是什么 就是我们一定要个人去尽力 一定要去推理思维才能够知道 不然的话我们怎么能够知道 我心本身是清净的 我们从小到现在为止 出来没有感受到我心很清净 现在知道吧 尤其是我们年龄大的时候 我的心那么复杂 知道吧 各种各样的长草都就长出来了 各种各样的物质都长出来了 那就很复杂的 你看一个小时我们就是那些长出来 不少的妄议跟分别跟愤怒等等这些的 那心本身清净是怎么去解释的 好 那心之光明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第一个我跟你们讲一个道理 好 道理就是这个 你看一开始我们什么都不懂的一个人 你经过学习训练的话 了解越来越多 认识越来越多 心本身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存在 知道吧 你一开始什么都不懂的一个人 你经过学习修习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时候学习的时候 你越学习越了解的越多 一开始不知道 将来会知道 为什么这样的改变 你看这个道理 正是一定有逻辑 知道吧 比如说我们就是一开始 第一个东西上面我跟你们讲 完全不了解 就是话头 这个是我们前面的话头 不了解话头的人 他一看到他怎么想的 这个东西是什么 他只是想这样子 他不会产生了确定的心 说这个是话头 不可能的 他不知道吧 这个不日道的情况 我们称它为愚痴 愚痴就是这个意思 愚昧愚痴 就是平常我们这样用的 你对他愚痴愚昧的时候 你内心不能产生了 了解他的心 你不能产生了解他的心的话 你心的状况是什么呢 产生了很多 犹豫 颠倒 错乱 这些都是一直派对的 你不了解的情况下 产生犹豫 犹豫的情况下 你猜错 那所以产生很多的颠倒 跟妄念分别 就这个 好 那我们经过学习 学习也好 问好 这些都是学习 你为别人也是学习 很多人不知道 比如说你不知道 经过一下 为别人 这个叫什么 跟你说 这个是话头 今天就了解了 从此之后 你人生当中 所到之处 你看到这样的这类的东西的话 你自然就产生了 哇 这个话头 你会不会将来产生犹豫呢 不会的 原因是 你已经无有颠倒的 了解这个东西是话头 这个逻辑 逻辑就是这个 好 那今天了解这个话头之后 你为时之间 绝对不会 看到这类的东西的话 你不会犹豫的 这是到底是什么东西 会不会 不会的 好 就是这个 那所以这个 一开始完全不知道 我的一片黑暗的形容来表达 完全这个话都不知道 后来经过学习 知道了之后 今天就不会忘记的 你已经累积到知识了 同样的 所有的一切法的 那你看对于一切法的话 无数的 你对一切法的本质层面来讲 你与此的部分 多厚 多深 非常深的 非常深的 那你这个里面 一个一个就是这样的 一层层 一层层的 这样的去思维的时候 我们与此黑暗的地方多少 非常多的 所以这个就是现在我们愚昧的地方 我们愚痴的地方 那我如何解决 这些愚昧愚痴都是 但是主要的就是烦恼的作用 烦恼的贡献 烦恼他自己的本身 几乎都是这些 所以烦恼战跟所知战 这两个叫什么 刻成染污 虽然对你的心 本性来讲的话 无时以来到现在也许不断地下来的 你的本性来讲 它心的本质是一个光明的 光明就是什么呢 光明就是炼炼的 但是光没办法遭受到 很多的法的上面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是被烦恼包围 光线没办法遭受到 其他的法上面 就是这个形容词来讲 那你心的光明是 以逻辑来推理的话 怎么能够知道 第一个我刚才讲的 这些的道理 一开始对他愚痴愚昧 但是我就学习的话 可以消除这个愚昧的部分 不能消除对他的愚昧的话 你不能了解他 知道吗 就是这个道理存在 所以如来藏是什么 如来藏本身就是心 本性 本性就是一个完全远离一切的物购 这个部分叫做如来藏 他心的本性就是地势空 从这个方面来讲 他是一个光明的 知道吧 他的本性当中完全没有地势成立的成分存在 所以他是一个光明的 然后他是一个能力很强 知道吧 心的本性 本质上面 没有任何烦恼战跟守之战的成分存在 所以他是一个战 如来藏 那当然是缘期 当时一切都是缘期 缘期更不用说 缘期是一个道理 好 那到底是这样的说的是 事实上来讲是不是这样的 确实这样的 那你看这个一字类腿 现在我们不知道 话都一样的 你看以我们个人的经历来讲 一开始你生下来什么都不懂 连自己名字都没有 连爸爸的妈妈也不认识的 那后来栽培栽培养出来 越来越经过 他你看 透过爸爸妈妈教的这些语教圣教 他慢慢就是内心形成了 往昔拥有的一些 本性是光明的 但是一定要很多的因缘敲打他 所以能体现了各种各样的能量 那如果你他是一个对他与此 地势成立的决定性的 你不管是怎么经过学习也好 不管是怎么样 你一点都不会改变 你一点都不会体现的话 知识没有体现的话 地势的状态的话 那就解脱就没有了 成功也不可能的 原因是什么 你没有远离这些 所知症跟烦恼症的机会 道理就是这个 所以每个众生都有具足如来藏 或者是心本性是光明的道理 这样这个地方 那另外一个地方就是 客车人物 这是很好的一个名字 客车是什么意思 客就是旅客的意思 客人的话他不是一个残期居住 客人的话今天来也许明天走 或者后天走 他不是定居的 那我们相续就有的烦恼战 跟所知战士不是定居的 他是一个客人 就如客人一般的 知道吧 客人一般的是什么呢 今天来明天走 后天来大后天走 类似这样的 我而行 他不是永和行的 这样的话我们的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他是客人 客层染屋 他我而来的一个 他不是原本你的心的本质 所以你想尽一切办法赶出去可以的 但是你 本性的话 你可以赶他出去吗 没办法的 本性就是有史以来 就是一直有的 本性的本质上 他没有烦恼的成分 没有所知战的成分 所以他只是一个客人一样的 粘在他上面 你可以处理他 一定要找到一个技巧的 最好的方式 可以远离他 这是我们鼓励 这都是一个符合事实的 好 那我们休息一下 好 据有如来 新的本性是本上 本来就是冠冕的 这个是必须要知道的 这样的话 我们每一个人都心里产生一种 自己的 就是有很大的希望 每一个人都有机会 那关于这个部分 不太了解的话 我们也不知道 我的情绪很复杂 到底是我学习 得到了什么 新的 我也不知道 知道吧 就这个 那新的 课程染污 这个是我刚才讲的 佛教 修学上来讲的话 它是一个课程染污 课程染污是烦恼 烦恼的种子 所知战 这些都是一个课程染污 课程染污的话 你跟你的心绪 跟他课程染污 就可以远离的 但是我们不能远离的 原因是什么 我们永远都是 一定要就是一个 很乖的 就是跟随那个烦恼的秘密去做的 所以我们没办法跟他远离的 道理在这地方 当然是我们保鲜律当中讲的一个道理 就是心跟客车染污 不是一个同一个本质的 这样是完全本质上不一样的 他讲到的就是这样子 缓经 缓经的话 他缓经当中没有什么其他的物质的成分存在的 那有些就是 我而就一些的其他的物质来就污染他 但是他总有一天就是还是可以缓经 跟另外一个污垢是可以远离的 那他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看到过的 比如说水银 有些地方银水 知道吧 当然是水银 水银你们知道 银子的银水 水银 对 水银 这个时候我自己不标准了 水银 水银的话 你就是 我有经验 以前就是挖过环境 环境的时候 比较小的时候 没有水银的话 你就是没办法聚在一起的 所以一定要加水银 再来就可以聚在一起 那个时候它是一个 颜色是水银的颜色 但是它烧了之后 水银就是烧掉了 环境就流下来的 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比如说保鲜林当中讲的 那就是后面讲一句 我想不起来 能看 就是虚空 水 环境 虚空 都是 本来就是情境的 它就是 这个是一个情境 是相对性的 它讲什么呢 它讲到的就是这个 这是以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引导众生的 自身民来讲 就是每一个人都领受到的 可以接触到的 摸得找的一个比喻来告诉我们的 它说水本身是 本质是一个清澈的 知道吧 那时候它说 温顺来临时 它就是混浊的 混浊的时候 我们就是水 混浊一旦 混浊的时候 你水的成分 跟你爸 没办法分开的 混在一起的 那但是这个是 我而课程一样的 课程上无一样的 我而影响这个水的本质 而以它不是永和性的 它永远都是 永远都是 它 谁就是一个 混浊或者是污浊水 污浊的 不是 它本来就是 本性是一个情境的 它总有一天远离的机会存在的 那它讲的就是 昏顺来 一定有 前面有很多艺术 下雪 下雨 下大雨 暴风雨 还有就是各种的原因 就是变成 水是变成一个污浊 知道吧 那它就是看 最后就是 雨听了 慢慢慢慢就是这样的话 又就是水的 清澈的成分 就是体系 就是我们在眼前实现了 污浊的都是 慢慢就沉得下来 那你看 就是它 暴风 那个 下大雨的时候 它就是河流 都是污浊的 那个时候 我们看不出来 它是一个 什么样子的 那个水的本质 什么是污浊 或者是泥巴的本质 我们看不出来 这两个体系 本身是不一样的 所以它不是体系 同一的 同一个本质 所以 总有一天 就可以离开的 这是一个比喻 同样的 我们的心 本身是光明 清净的 有时以来到现在 我们心的本质 是本性 是一个光明 清澈的 就像清澈的水一样 但是我们下雨 或者是一个 台风来临的时候 那时候变成河流 都是一个污浊 这是现在轮回当中的 终身的心态一样 我们现在就是影响 就是索质战跟烦恼战 课程上 所污染暂时 或者我污染而已 但是你不用 产生一个 气宁的心 它总有一天 你的心跟这样的课程 然后就是远离的 机会存在的 就是这个 有这样的道理来 猜讲就是有解脱 有成佛的机会 这个都是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是解脱和成佛 不是一个神神神道道的话 它不是一个神话 它事实的情况 我们就是可以 自己的心跟 所知战和烦恼 远离的机会存在的话 这个远离的时刻 就是叫做解脱跟成佛 没有什么神话 它只是以逻辑来推理的 那我们现在就是变成一个 各种的方式来就包装起来 变成大家的脑子里面想起来 就是一个神话了 然后很高级的 很神秘的感觉 它事实上来讲的话 就是这个 好 那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就是本身是一个光明 清净的 那被烦恼跟所知战 所暂时所污染的 但是是不是永恒性绝对不是 它是一个战士的 就是我们看的就算清楚 这样的必须要了解 所以对我们两家帮助很大的 对 第二个他讲到的就是虚空 这个虚空是他讲说 但是相对我们世界来讲的话 物语密布的时候 我们根本看不到天空 知道吧 看不到它就是 永恒性吗 不是 它暂时性的 暂时就是语气 或者各种的余蓝 物语密布的时候 它遮住了你的眼视 你看不到天蓝的天空 那天空 清蓝的天空看不到的 它所以课程般的 无耳性的 它只有一天远离虚空 平常我们讲的 要善 要善 那个 燕善 什么 不是 燕消于善 你们想不起来 我想起来 以后就是一定要小心一下 比善受 就是我就是 奇怪 突然就想起来 就是说不出来 燕消于善的意思 那燕消于善是 善在哪里 知道吧 于善是善在哪里 这是举例就是天空 清蓝的天空 有的时候 雾云密布的时候 它就遮住了我们的眼睛 看不到这个清澈的天空 虚空 那就是有一天 就是远离它的时候 我们才能眼前实现了 这个也是迷了 知识迷了在保险率当中讲的 对 那所以 总组这些的道理都是 主要 总的来讲的话 我们个人的本性是清净的 有时以来也许下来的 这个心的本性是清净光明的 它的本质当中 没有任何其他物质跟烦恼跟所致上的成分存在 所以它称它为光明 第二个 我们的心本身是地势空的 地势空 主要的道理是它是一个元气 知道吧 元气 所以它本身是一个地势空 心本身地势空称它为心救济的实相 它就是心的空性 这个心的空性 就可以叫做如来战 如来战就是心救济的本性 地势空的这个部分的话 它叫做一个如来战 如来战就是本性就是这个意思 那当然是为四年号 其他的宗派的话 有些认为如来战是将能成佛的能力因素 这是错误的 中国的角度来看的话 如来战不是因素 你心具备如来战的道理就是不地势成立 它是一个地势空 地势空的原因 所以你心就可以改变的 如果心地势不空的话 它是一个实有的 心就是实有的话 谁也无法改变它的 它是有核心的 所以它最好的它是一个地势空 那就是我们运气好 我们的心也好 我们的身体也好 我们的生命也好 都是地势空的 知道吧 可以改变的 昨天一个年轻的人问我 这个事情是很好 我跟你们分享一下 这个问题也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对 它说的就是 比如说 那我们修空性逻辑的话 它觉得比较容易的 但是它修了普提心 跟大悲戒心 确实很难的 它说确实很难 做不到的 它跟我讲说 那怎么办呢 那是不是这个是最大的问题 确实很大的问题 比如说我跟你们讲的 佛教讲的两个 智慧跟分别 当然是分别又概括了很多 包含了很多 智慧又包含了很多 比如说我们世界的知识 佛教内部讲的最维系的知识 不管是有各种各样的知识 智慧 各种各样的分别 这些的分别跟智慧 就是只有心的 思想的层面上可以分的 不是说物质上可以分 就是一个人相对 思想的层面上去分 知道吗 分别跟智慧 这两个分别智慧分类的基础 是正面的思想 不是负面的 负面里面没有的 负面的思想都是我们 都是归类为 它是该断的 该消除的 知道吗 那负面跟正面 我们怎么分的 当然是相对 零售者的感受来去分的 比如说我们零售者 自己的零售者来讲的话 什么样的心态 对你有帮助 什么样的思想 对你有坏处 就是我们一般人会想 知道吧 连猫狗都有一点 虽然没有人类样子的知识 但是他们也 某些程度上 他们也会判断 就是对我 这样的思想对我好 这样的思想对我不好 连出生都知道 尤其是人类 我们人类不知道的话 那糟糕 其实我们人类 糟糕的地方很多了 知道吧 现在二十一世纪 比如说举例来讲 这个事件上 地水火风自然的灾害的话 那就我们没办法怪谁 这是自然的灾害 但是我们现在人 刚才我听一段 正在尊者开始的时刻 我刚才里面听了 突然想起了 尊者也提到的 这个世界人间 最大的制造麻烦者 都是人类 是不是 你想想看 其他的所谓的 我们所谓的畜生 还有就是动物 昆仑 他们只是一个 自己吃饱 贴饱肚子就好了 他们不想 他们不想伤害任何人 他伤害任何众生的时候 他只是饿了 饿的时候才讲 我们是什么 我们太饱 才去杀人家 知道吧 我一定要送他的书 他派跟我派 知道吧 我一定要想尽其办法 掌掉 掌断 伤害他们 非常残忍的 你看 世界一次打仗 第二次 那现在开始 上这一开始 全世界都蠢蠢运动 主要的 谁造势者也好 这样的始终勇者 是谁人类 都是人类 算得很可恶 非常非常的麻烦 那我们人类的话 我们人类自己心中拥有的两种的想法 正面跟负面两个想法 这些都是负面的想法 那有权力的人 有能力的人 才有这样的抱着这样的心态的时候 那就他就下命令 战争 杀死了多少无辜的人 这是非常恐怖的 因此刚才我们说前面谈的 你看智慧跟翻面两个角度来区块的话 智慧翻面来讲 也有对我们来讲很难度的地方 难的地方 他自己感受不到而已 他昨天问的 那翻面的话 翻面里面有 还是说有些我们可以做得到的 有些还是做不到的 知道吧 不能说全部都我做不到 没有这种的 那我们举个例子来讲 比如说我们每一个人 认为身为一个修行者 或者一个佛教的信仰者 拥有这样的说 我们某些程度上来讲 也还是我们也可以做得到的 知道吧 做得到的是什么呢 不杀身 不伤害任何其他的 还有就是尽量就不放妄语 还是就是这些都是一个 随人随己的这样的做法 这些都是某些程度 我们也可以做得到的 比如说刚才讲的 一个人 两个人 三个人 四个人 无数的人 对他修此心 悲心 我们也可以做得到 但是你现在做不到 大悲心 不等于是做不到 所有的方便法 这是你自己 就是愚痴的问题 知道吧 那智慧方面来讲的话 他们觉得很简单的 简单的话 绝对不简单的 我刚才讲的 大概我们推理思维 有一点点签写的部分 就是我们可以理解的 你有这样的智慧 你有这样的智慧 但是你通达空隙的智慧吗 通达空隙容易吗 宪政空隙容易吗 宪政无无容易吗 宪政恶地是容易吗 宪政维系的无常是容易吗 不容易的 知道吧 所以他的这种的感觉 自己的感觉来源是什么呢 我思维就应该这样子 比如说我们挑战 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方便法的话 其实有理无理 没有什么差距 一定要这样子 这样子去思想 知道吧 很多 比如说我们具体来讲 我不管是怎么样 我发自内心想 所有一切终身 就如猛气一般的 恨不得离苦得乐它 知道吧 这样子想很难 原因是什么 这个里面有很多 有些人对你而言是敌人 有些人是亲戚 有些人是讨厌的人 有些人是崇荷的对象 那你做不到 你自己深深地感受到 好 那智慧方面的话 没有这种的感受 你大概就是推理思维 逻辑思维 清晰的话 推理思维 你感受到 这个是不错 完全符合实实的 很好 这种的概念逻辑是很好的 但是你这个是你 没有那么难 感受没有那么深处的 你不了解的地方 你不了解而已 但是你不需要挑战这些的 那我们个人自私的心很强 爱我之太强了 那太强的情况下 你就是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 这种的心就培养出来算难了 这种感受非常的明显 所以拥有这样的感受 对 好 那我们大概就是今天讲到 这些的心本身是光明 或者如来仗 这些都是知道 知道了之后 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 不停地一定要告诉自己 知道吧 早上也好 中午也好 晚上也好 我本身是具有如来仗着 而且我是心是一个清澈的 光明的 我具有如来仗着 原因是我自己付出 如果我就自己努力去付出 或者是认真去休息的话 我今生也是某些程度上来讲 得到一些很好的成果 一定要相信这些 相信的时候 你做这些事情的过程 绝对不觉得累 不觉得疲惫 越修越思维 对你越有兴趣越好 这是有差距的 不然的话今天一模一样 明天一模一样的感觉的时候 也许就是维持不了多久 搞不好就半斗而非 这样的话可惜 如果你就是没有学到 没有修行 你的生命一天比一天短 知道吧 你既然得到了这么好的 一个宝贵的时间 那你就是完全 船船帅帅地去过生活 完全浪费 过生活当中也是没有得到 很好的安定的一个安乐 知道吧 即将快离开的时候 也是爱爱叫没有用的 其实我这么好的一个时机 我没有好好地使用它 那现在我就是已经快结束了 那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 获回末期 一切都来不及了 现在有时间 古代的人讲的获大老 血大老 血无知己 记忆求经 这个有道理 当然是我们学的 就是一定要学 虽然讲学修什么 讲了一大堆 简单来讲的话 你想起一切办法 让自己好好过生活的意思 总的来讲的话 就是这个意思 不要忽说来讲太多 不要忽说非为 知道吧 一定要安安静静地休息 安安静静地 把自己带到一个快乐的一个看着大道上 就是这个意思 那你想想看 短暂的一个 为了短暂利益而去思维的话 其实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存在的 一定要看长远的未来 知道吧 架构就是这样的 这样比较好的 好 那我们下面讲一下 在作为自己因止 独觉 加行 道严满 升起之后 且作为自古 好 独觉 修道 未生之前的独觉 地先观 是独觉 尖道的定义 分类有三 在刚才这里 独觉 尖道 根本定制 独觉 尖道 后的 非前 遏止 任意的独觉 尖道 这个非前 遏止 任意的独觉 尖道 是什么呢 独觉 根本定制 跟独觉 后的 自出了 这两个 之外的独觉 尖道 就是这个意思 那我们找出一个道理 一个历史 事例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独觉的 见到 但不是独觉的 根本定制 又不是独觉的 后的制 类似这个意思 知道吧 那独觉 根本定制 生物的阶段 也见到 当下 我跟你们讲过 这个一定要有这个概念 独觉 尖道 根本定制 我怕 也许 你们就写错 这样都可以 第一个 刚才这个阶段讲的 独觉 尖道 也是三个 独觉 尖道 根本定制 独觉 尖道 后的 制 非前 遏止 任意的 独觉 尖道 那非前 遏止 是前 遏止 是哪一个 独觉 尖道 根本定制 跟独觉 尖道 后的 制 除了 这两个 之外 还有独觉 尖道 就是这个意思 好 那再来 第一个 独觉 尖道 根本定制 的话 它我们 这样想 就可以了 它可以分 三个 三类 三类 是什么 独觉 尖道 无尖道 独觉 尖道 解脱道 独觉 尖道 不是 非前 非前 二指 任意的 独觉 尖道 根本定制 一定要 加 根本定制 这个是 现在我们 探 根本定制 对 这样的 你了解了以后 以后就 非前 二指 任意的 根本定制 的话 你容易 比较 想起来了 那 独觉 尖道 解脱道 跟独觉 尖道 根本定制 的话 这两个 是 因果 的 关系 第二个 因果 关系 当中 确实 是 禁取 跟 禁取 国 的 关系 必须要 有这个 概念 比如说 无尖道 本身 完整 变成 为 解脱 道 他 不是 说 无尖道 由于 无尖道 导致 采生了 解脱道 无尖道 不会变成 解脱道 不是这个 本身是 无尖道 整个就是 变成为 解脱道了 所以 这个是 进去 因跟 进去 国的关系 比如说 早上的 你 跟 现在的 你 一样的 早上的 你 整个 变成 现在的 你 不然的话 早上的 你 去哪里 你 现在的 你 就是 变成 明天的 你 这个 是 叫做 进去 因跟 进去 国的 观念 进去 因 整个 变成 进去 国 这两个 有先后的 差别 时间前后的 差别 前面有了 完整 整个 进去 因 才有 它的 后续 你看 这个是 我们 讲话的 方式 上面 有很多 有时候 前续 后续 前后续 两个的话 一定是 进去 因跟 进去 国的 关系 这是用法上 不同的 用法 刚才 讲的 独觉 见到 解脱 道 跟无 见到 是一定 是 他们 这两个 是 进去 国 跟进去 一定的 关系 独觉 见到 解脱 道 是 无 见到 的 进去 国 独觉 见到 无 见到 就是 解脱 道 的 独觉 见到 解脱 道 的 进去 因 所以 整个 独觉 见到 无 见到 变成 为 解脱 道 这样的话 前面变成 为 后面 的 解脱 道 的时候 这样的 才能 实现了 这两个 一定有 时间 有前后的 差别 前面 有 这个 因 后 有 这个 结果 进去 一个人 进去 国 拥在 这个 地方 就是 要 知道 这个 这样 的时候 我们 后面 就 分类 的时候 比如说 断除 各种 聚生 烦恼 的时候 分类 很多 无 见到 个 解脱 道 的时候 他们 顺序 我们 就 比较 容易 理解 的 知道 吧 比如说 任何 解脱 道 都有 都要 有 能 营生 自己的 无 见到 就是 这个 任何 的 无 见到 都有 能 产生 自己的 无 解脱 道 就是 这样子 就 知道 大概 就 这个 好 那 这里 无 见到 分类 有 刚才 讲的 这个 那 那 再来 独觉 见到 根本定 止 独觉 见到 根本定 止的话 装作于 作为 自尽的 你看 装作于 自尽的 就是 见到 他自己 对近 的意思 自为 对近 的 自尽的 无 我 至 根本定 的 独觉 地 先官 是 独觉 见到 根本定 止的 第一 分类 有 三 独觉 见到 根本定 子 无 见到 好 无 见到 那 独觉 见到 根本定 止的 解脱 到 非 前 恶者 任意的 见到 那 这个是 刚才我们分的地方 在这里 有三个 好 那我们这三个 就是下个礼拜 开始讲 今天差不多 讲到这里 你们句话一下 不然我忘记 下礼拜 这个 好 回想一下 以此 佛得 愿赠 佛子 许 相抚 烦 愿敌 之 过 患 生老 病死 相遥 之 波达 愿 动众生 血脱 龙 鬼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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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